乳牙 乳牙之以外的案例 我想第一個是安慰家長 小孩子天生就是好懂 意外發生已經發生了 我們先不要責怪小孩子 我們先能夠做的就緊急處理 那我想要教家長的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 其實我們的做法 不需要放回去原來的位置 我們要做一個區分是乳牙 或者是大人的牙齒 今天被撞弱 我們假設以撞弱的牙齒 這個牙齒已經掉出來了 如果是乳牙的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個杯子裡面 乾淨的杯子 裝一點水或牛奶都可以 然後我們帶去給診所看一下 或教學醫院看一下 到底這是不是乳牙或大人的牙齒 一般來說如果是乳牙撞弱的話 我們會選擇不放回去 我們就等它自然的長好 等大人的牙齒長進來 但是反過來如果今天撞弱 小孩子的牙齒撞弱 是大人的牙齒的話 第一個要做的 其實我們必須要幫牙齒清乾淨 如果剛好有牛奶 我們應該放在牛奶裡面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礦泉水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牛奶裡面它含有鈣 然後有一些鈣還有它的成分 會讓牙齒假設 需要重新固定回口腔內 它的存活率比較高 另外一個選擇其實 當我們在野外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選擇 幫那顆牙齒放回去口腔 撞出來的那個洞 那個洞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很大的區分 到底是乳牙還是成人的牙齒 因為治療方式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人的話 你就盡可能幫牙放回去 看牠可不可以自己固定 但是乳牙 當你幫牙放回去的時候 你要賭一個很大的風險 第一是感染 小孩子的抵抗能力沒有很好 第二你放進去 假設能否成功 反而導致於牠永久固定 到時候大人的牙齒要長進來的時候 其實牠沒有辦法換牙 意外發生的時候 最重要的區分是 這個到底是乳牙還是橫牙 如果歪一點點 如果乳牙是歪一點點的話 我們可以輕輕地幫牙放回原來的位置 但是假設這個牙齒 那我們要記得 乳牙如果可以已經撞歪那麼多 其實它的我們所謂的mobility 也就是它的晃動程度已經很高了 那個時候我們臨床上 其實有可能最正確的決定 是反而幫這一顆已經晃得這麼嚴重的乳牙 幫他離開他原來的家 等到大人的牙齒長進來來替代他 應該是有可能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謝謝 中文字幕——YK